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威利安巴尔,周三5月1日,在参议院说明,他如何处理通俄门穆勒调查报告,面对外界对他曲解报告的质疑。巴尔自便说,他对自己的判断有绝对的信心。特朗普总统没有违法阻挠相关调查。巴尔是由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美国最高级别的司法官员。 对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没有就特朗普是否干预司法做出结论。他表示,实话说很惊讶,穆勒调查由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历时22个月。 他在3月22日,向司法部长巴尔递交,共484页的报告。 两日后,巴尔向国会提交4页总结摘要,只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团队存在通俄行为。 并且,特朗普未犯下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 报告在4月18日公之于众。 外界争议报告结论与巴尔的摘要不完全一致。 报告的确写道,无法证实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 与俄罗斯政府,在干预大选的活动上有共谋或合作。 但在特朗普是否干预司法的问题上, 穆勒未有做出总结性判断。 报告的原文是,这份报告,无法救总统是否犯罪得出结论。 但也没有为总统证明Exonerate。 而巴尔的总结是,特朗普没有犯下干预司法的罪名, 促使巴尔在国会作证的直接因由事。 一封穆勒,3月27日,写给巴尔的信。 在近日公之于众。 信中,穆勒表示对巴尔总结报告的方式不满。 认为其没有完整地抓取调查结论的的背景, 本质和内容,引起了公众对于调查结果中关键部分的误解。 穆勒写道, 社会大众对通俄门案调查结果的误解。 损害司法部原先决定, 只派我出任特别检察官一职的中心目的, 让普罗大众对调查结果有完全的信心。 在听证会众, 巴尔称, 让穆勒感到忧虑的并非报告总结的准确性, 而是媒体如何报道调查结果。 我的理解是, 穆勒的忧虑, 并非在我递交的总结摘要是否准确, 而是他想要提供更多背景材料, 来解释他的思维和为什么, 他没有就干预司法达成结论。 巴尔告诉国会参议员, 巴尔认为, 穆勒也是司法部成员之一。 当穆勒将调查报告交给司法部长时, 他的工作就已完成。 那时他报告, 就是我的宝贝了It was my baby。 巴尔便称, 关于他总结摘要的争议, 本应在报告公开之后, 就央消云散。 我从一开始就说的一清二楚, 我会将报告公之于是, 尽可能地公开能公开的内容。 他形容, 现在仍然萦绕的争议和因此而起的听证会令人费解, 古怪, 听证会期间, 特朗普连发了多则推文, 重申他是无辜的, 没有通俄, 也没有干预司法。 民主党参议员, 2020年总统大选参选人沃伦Elizabeth Warren, 则公开呼吁, 巴尔应该下台, 因为他压制穆勒调查真相的行为可耻, 多位民主党参议员, 包括正在竞选总统的哈里斯·卡莫拉·Harris, 都呼应这一说法, 要求巴尔辞职。 沃伦还说, 国会应该开始弹劾总统的程序。 此次巴尔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参加听证会, 是特朗普政府成员, 第一次就穆勒报告的内容作证。 外界预期, 穆勒本人将于本月在国会作证。 巴尔已经表示, 不会阻止穆勒出席听证会。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申报的 I型糖尿病治疗性DNA疫苗, 日前正式获得国际标准三方发明专利授权。 三方专利是指在欧洲专利局和日本特许厅都提出了申请, 并已在美国专利商标局, 获得发明专利权的同一项发明专利。 三方专利在很大程度上, 表明一项发明专利拥有原创性技术, 即在国际市场上较高的潜在商业价值, 因而更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科技创新与产出的质量和竞争力。 当前, 国际上对I型糖尿病, 除了采用传统的胰岛素, 或胰岛素类似物的长期补充疗法外, 探索研制治疗性疫苗, 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与热点。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申报的 I型糖尿病治疗性DNA疫苗, 由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免疫室主任 西永志领衔的科研团队研制。 这一疫苗在前期的动物实验中能有效防治 I型糖尿病, 能有效纠正I型糖尿病自身紊乱的细胞与免疫功能, 修复损伤破坏的胰岛细胞, 恢复自身胰岛素的分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疫苗在患者皮下或肌肉注射一次, 可有效维持疗效近一个月。 目前, 这一疫苗已准备申报临床试验, 未来将根据军民融合相关要求, 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 戴欣、 澄澄、 贾力丸、 原标题, 陆军高级指挥学校法国军事学府中的埃菲尔铁塔, 法国陆军高级指挥学校, 坐落在巴黎著名的古建筑群军事学院大院内, 是法国培训陆军高级指挥和参谋军官的军事学府。 法国陆军高级指挥学校的创建, 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1876年2月, 为了培训法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时任法国国防大臣德西塞将军颁布命令, 决定组建一所高等军事学校, 设立特别军事课程, 并任命甘笛尔将军为首任校长。 历史上, 法国陆军高级指挥学校为法军输送了大批军事人才, 法国著名的元帅福西、 朱安、 帕西尼等都毕业于此。 福西还曾在学校担任过军事战略和战术教官。 福西担任教官期间, 主要讲授军事历史和战略战术, 推崇攻势作战和心理战, 认为精神因素, 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福西军事理论的核心是进攻学说, 他认为, 进攻是作战的最高原则, 是获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即使兵于失败也不要放弃进攻。 他指出, 克敌制胜的意志, 是胜利的首要条件, 一场胜仗, 就是一次绝不服输的战斗, 除对胜利意志的重视外, 作为教官的福西, 还极为注重学员思考能力的培养。 福西认为, 学员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机应变, 而不应事先制定一份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 他曾对学员提出, 操点条令在操练时, 却是在好不过的, 但在危及关头, 就没有多大用处。 你们必须学会思索。 福西的这些主张, 和原则, 对学校英勇战斗, 绝不服输军事精神的形成, 和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对学校随后的发展, 产生了深人影响。 如今, 法国陆军高级指挥学校, 每年招生名额100人左右。 招生对象一般为少校军官, 也有少量中校和个别上位军官。 学人入学都需要经过严格的统一考试。 学校还接受外国高级军官入校深造, 该校以为多个国家的陆军, 培养了上千名高级军官。 其实, 早在1884年学校, 便开始接收外国学员。 正如法国陆军元帅勒克莱尔曾说, 这所陆军指挥学校, 犹如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 享誉欧洲乃至世界。 法国陆军高级指挥学校制定有严格的教学计划,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教育, 作战教育, 体育活动,外语学习和参观访问五个部分。 其中, 法军非常重视军官的外语学习, 把掌握外语作为考核干部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校设有英语、德语、俄语和阿拉伯语等外语课, 学人可认选一门进行学习。 此外, 学校还重视培养和锻炼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 并将其作为衡量学员组织领导和指挥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教官经常组织学员, 就某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开展讨论, 要求学员积极发言, 并提倡学员发表新观点、 新见解。 在每门课程考核时, 学员必须就本课程中的某一个问题发表一次演讲。 同时, 教官利用现代化的视听工具, 记录学员发言情况。 有时, 教官采取记者采访的形式, 由学员及席回答记者的提问。 这使学员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场面。 更为学员今后待负重大责任打下基础。 张文文, 看完这几张照片, 想不想体验一把电视剧里面才能够看到的场景。 面对女朋友每天大猪蹄子的称呼。 想不想加入我们? 也硬气一把。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